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平缓期 或者说是一段感觉很少进步 或者说重复的太多 很多人就有一些疲惫感和瓶颈 感觉到不知道该怎么办 今天是星期三上课了 上节课上完课之后 同学之间就说下一节课 也就是今天结束之后 我们要讨论一下 如何让我们在课外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平缓期 或者说是一段感觉很少进步 或者说重复的太多 一场短短的SIM 大家就上了练了有两三个月了 很多人就有一些疲惫感和瓶颈 感觉到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就在商量怎么样补充 让我们就学到更多东西 然后待会今天会讨论一下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 美国的本地的本土的Native 就是美国出生的演员 和我们亚裔或者是新移民 这样的一个演员的这种机会的比较吧 我在想 我可能也是瞎说 看看大家听一听 看一下有没有道理 作为华裔的演员来说 是大陆过来的 或者说台湾过来的有这种中文和文化的背景的这种新移民来说 那我觉得在洛杉矶机会还是蛮多的 因为华语的留学生还挺多的 虽然主流来说很少 但是学生来说还挺多的 你想想来自大陆就有很多 然后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 这些都有华语的背景 他们学习的两三年就要拍至少两三部短片 那他们要拍这种华人的题材的片子的话 他们的选角的范围就比较窄 也就是集中在我们这些有这种文化语言背景的华语演员 本土的ABC这些反而没有那么多优势 他们可能就是对原来中国华语的文化和语言的背景没有那么强 那我们来说就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所以其实算起来我从前年开始拍到现在拍了十多二十个短片 那其实百分之九十都是这样的片子 否则如果我去好莱坞啊 所有的这种人种啊那种片子里面去争取机会的话 应该很难 要不然他就特定是要白人的 要不然的主意不限的话 如果是英文的片子的话 我们就没有我至少我是没有优势的 OK那这是我的这方面 那我想说打个比方我们班上的一些也是新演员 刚刚出来要做演员的朋友 他们经验也有限啊跟我一样 然后但是他面临的竞争 就是整个美国的或者说整个洛杉矶的这些 我们就以白人为例吧 比如说某一个casting就要选一个白人 那他的竞争就等于说跟所有本土的这些白人的演员都在竞争 那意味着他的竞争要比我们要大 如果是黑人也好 他也是你看那也是很多 黑人在美国的战的比例也不小 对吧 那语言来说他们都属于是英文这一块的 那如果是不限种族的话 那就那他的这个竞争就更大了 所以的话我在观察我的同学当中 我发现他们有时候很吃惊 说哎哈利你怎么这么多audition 甚至有一个同学 他其实拍了蛮多片子的很多广告 那他也很惊讶 就是说你怎么好像一个礼拜 或者说两个礼拜都会有一个audition 前段时间前几个月多的时候 一个礼拜还有两个呢 平均下来一两个呢 对所以就是我大概分析的情况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在这边有做过演员啊 或者说有去试过镜啊 或者说是了解这方面的casting director啊 导演啊 你们的感觉是不是跟我感觉是差不多 或者认同的 或者有其他的想法也可以告诉我 就是这是我的感觉 所以的话我反过来说就是 呃我们就是作为华裔 嗯英文不太好 当然你肯定是要去学 需要去弥补这个短处 但就即便是目前的状况来说 呃很多人在进入想去尝试之前 会觉得哎呀我在这里没有机会啊 我这边太难了太好 好莱坞那么多演员啊世界各地啊或者说是当地的那么强 我怎么有机会 其实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就是我们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啊 在从小开始吧目前拍了很多片子也呃就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啊是比较起步阶段的这种片子啊就是也没有遇到非常大的production 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但只要你有一个坚持想要往上走的这种呃愿望和努力的话我想肯定能往上走呃但只不过说这个速度有多快 还有多呃扎实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就看你个人的呃机遇啊以及付出 呵呵OK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些 然后待会儿上完课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上完课的一些情况 拜拜 我发现我的头发已经像乱草一样 赶紧要去剪一下啊刚刚上完课然后接着又跟同学一起那个开了个小会边吃东西啊今天上课的话就啊怎么说呢还不错呃因为上个礼拜的话上一节课的话是刚刚放完假之后 然后这一节又回来了大家有一些还不错我的内藏性也比较放开了就是没有去太受那些啊想法的框架的框框框住 然后就发挥的还比较比较过瘾吧比较放松 然后其他有好几个同学也是不错然后接着主要的话就是下课之后我们聊的话还是聊到一个啊这两期我都谈到的一些问题就是上课上这么久了就然后包括这场性也那么长的时间大家都有一些困惑和呃松懈就是一个是不知道啊这个课还要怎么往下走 这这个两年的计划嘛那你这两年到底是怎么我们都好像感觉不到后面会有什么安排那老师也有人问过老师老师也没有呃直接回答基本上都是哎你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课程就是这么呃不希望给你讲的那么清楚你就一步步呃跟着来吧这样会有不同的效果啊或者说是不要去 不太去了解了解这个你就坚持读完这两年但问题是就说现在确实慢慢的话有很多人流失这是一回事啊另外的话就像我们这个信的话重复了好几个月就大家都感觉呃就不知道该怎么然后老师也经常会变嘛啊还有就是呃人员也就是同学也变动呢partner也会变 那我的partner还好一直都有就一开始第一个还没有一起真正的合作的那个他一上来就走开了然后后来就有一位就一直跟我在一起就到现在然后来的也比较不太缺席然后另外有一些同学他的partner的话经常要不然经常缺席要不然的话是怎么总之就不稳定嘛 所以讨讨论的情况一个是我们要知道将来这个课两年的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想要再去问一下老师呃校长如果他不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这个的话我们会比较对这个课有点就是 就是就有点磨有点就是没有信心吧可能还有就是大家商量了就是我们拿这场信来我们自己来去拍一拍把它拍下来啊还有再有就是我们经常要坐下来去呃相互的研究一下各自的基本的资料比如说你的简历啊你的reo啊你的act exercise的page怎么样啊是不是已经都准备好了还缺什么因为最终还是上这个课的目的还是要去啊多接片子嘛接多多拿到角色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要多在上面去花点时间然后边去拍戏边学边拍边学这样的话也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哎我们上这个课不知道怎么上或者说是会得到什么 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一直在拍的话一直在拍戏的话你就会不断的遇到一些问题那你就啊也同时会知道我该去学什么缺什么对吧所以我们基本上谈论了这些三点吧呃我提前走了赶紧回去录我的audition 本来是昨天本来是昨天要录完的然后结果昨天那个同学呃家里的狗呃呃呃跟另外一只狗打架最后呃受了伤啊影响了他呃呃就没有来上课也没有办法跟我来对那个呃呃词做我的reader 所以今天又临时找了另外一位四点钟要开上路所以赶紧要回去